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怕是永恒的时光 路过生肖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路过生肖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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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幸福 你呢 你幸福吗 你幸福就好 我都把你轻输 到现在你都没选手 脸生贴拾 对不起 好 王总 这是您要的 楚楚街的相关资料 好 下午跟梁总的会 推迟一个小时 好 我马上去安排 进 王总 王总 那没别的事 我先出去了 你找我 对 刘婷 这边走 你还记得我和你说的 楚楚街的事情吗 我们最近准备启动 和她的合作项目 既然你要推迟去法国的时间 那么这个项目由你来负责 王总 我 怎么 不会为了家庭 公司的新项目 都不打算接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觉得自己亏对 您和公司对我的信任 您每次都把这么重要的项目给我 千万别这么说 我还想为你 作为独立设计师 在公司成立一个工作室 创建自己的品牌 王总 好了 感激的话 等你获了大奖 才告诉我吧 我只是希望 不买莫人才 既然你选择了家庭 做出了牺牲 我也尊重你 不过你要记得 老天给了你天赋 你就应该好好把握 女人要有家 也要有事业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会努力的 好 加油 走 萧总 有几个这个进账的单据 需要你给签个字 为外人 你就别一口语萧总 来 叫儿子就行了 那可不行 真让别人听见不好 虽说我是走后门进来的 那也不能给他们 说闲话的机会 谁敢说闲话呀 说实话 您肯来帮我的财务这一块 我已经很高兴了 本来您和妈 就已经到了 该享清福的时候 我不想你太累了 我这不是老来闲吗 闲着难受 帮你干点什么呀 我高兴 那不是韩璐的电话吗 你怎么不接啊 来 接吧 万一有什么事 喂 对 今天 可能有点忙 不回去吃饭了 晚上还有个硬术 是 不行 你先睡吧 行 好嘞 知道了 好嘞 您好嘞 你这 这 这这晚上怎么还有应酬啊 你这又跟谁啊这是 你啊 跟我 今天晚上啊 咱也来喝点 好 好好 好 来来来来 赶紧签来来来 如药 我拿走你 如药 我拿走你 来 来来 赶紧签来 如药 我拿走你 老板 这个设计好特别呀 你上次我为这次合作 所做的设计表演 我会以亮丽的马色为主 领口袖头主 我会以亮丽的马色为主 我会以亮丽的马色为主 加以枕头翻边设计 胸骨腰部加以立体检查 这样技能体现出母性的曲线 并不是甜美 可这种新的设计 并不是当下的超领 可怜新人会计 潮流是可以创造的 买家所承造潮流 新加入的元素 可以让姑娘们 撑出自己的个性 我相信永远不讨厌 这样的设计 那面亮的选择呢 会不会因为成的 过高的年纪 无法接受 这个您不用担心 谁说高品质 就一定是高价了 我也了解了 我们年前的客户群 他们很注重潮流的款式 但更注重价格 我会选择合适的变料 让我们的成品看起来贵 买起来并不贵 他们家肉还不错 小军啊 下午 怎么骗人我 我是不想让她期望太多 失望太大 但是好像我一直在让她失望 看得出来 那姑娘挺喜欢你的 巴不得 马上跟你登记结婚 可我觉得你好像 对你们结婚这事 没得看明白是吧 想明白想不明白 又能怎么样呢 人活着不就得学会认命吗 可你认得了一时 能量一辈子啊 得过且过呗 过一天算一天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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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跟夏小军 我今天马上要结婚了 先提前恭喜你们 那天在婚纱店 你和小军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别误会 我不知道你们去爬婚纱照 我指着去取照片的 没想到那么巧 要是要你们在的话 我就不去了 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 你别多想 我就是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以前把你当成敌人 做了很多伤害你 对不住你的事 别恨我 我能理解你 韩璐 我现在可以很认真地告诉你 我跟夏小军 就是最纯粹的朋友关系 我结婚了 你也马上要结婚了 你要相信自己 也要相信他 我原本也是这样 自己骗自己的 但是我心里很清楚 可能夏小军这辈子 永远都不会忘了你吧 刘婷 你没有夏小军 你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但是我 我 我 我不能没有他 我怀孕了 我一直今天才知道 我和海冰的孩子 我要当妈妈 其实前三年 是不能跟别人说的 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因为我想让你放心 我有我的生活 你们也有你们的生活 我不会去影响你们 我是真心说服你们 我高兴你啊 刘婷 你能不能答应我件事 你说 我这个人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 我和夏小军的婚礼 你能来给我当伴娘吗 行 来 回来了 还没睡呢 吃饭了吗 没有 没什么味道 怎么了 会所不睡啊 乱七八糟的各种事 挺烦的 我给你弄点水果吧 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这忙什么呢 公司接了新的项目 明天做提案 我再做一下准备 去吧 妈 我这两周不能回去吃饭了 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忙 我过点时间回去 怎么又来了 别跟我唠唠叨叨就这些事了 你催我有什么用啊 这生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得了得了得了 我这两天工作本来就挺烦的 就这么着了啊 妈有跟你说生孩子的事啊 妈有跟你说生孩子的事啊 我跟她好好说没用啊 这两天天天给我打电话 一打电话就催这事 不是咱俩现在这么忙 妈既然那么想要抱孙子 咱就生一个呗 生一个 你别一惊一乍的 那吓着我孩子 那吓着我孩子 你孩子 你怀孕了 真的假的呀 我当爸爸了 一开始我也吓一跳 有点不知所措 觉得这个孩子 改变了我原有的好多计划 但是后来我想的 我觉得这个孩子 是上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老婆醒了 哥哥 赶紧吃点早饭 快 你怎么起那么早 当然得起早点了 我不能让我媳妇和孩子饿着 亲一个 来 吃块小合力吧 我吃到的 快走啊 好 这么着急啊 那你把这个袋 一会儿路上吃 快走抱一下 老师妈 好 走 给我打电话啊 记得 拜拜 我以为你这一辈子 都不会再找我的 我约你 是为了把这个给你 这什么意思 这是上次 你借给我妈 出早餐店的钱 我还给你 就不欠你什么了 你就这么着急 要跟我划清界刑吧 好好跟韩露生活吧 韩露跟我说 快晕了 妈丹 他说不管男人还是女的 你 只有有了孩子 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 成熟和成长 不想了 你也早点吧 好 我等一下还有会要开 就先走了 快快 拜拜 你回来啦 你回来吧 又喝多了 少喝点 对身体不好 你看 我给绑王买的新衣服 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 就更买了一身 可爱吧 来 是挺可爱的 这衣服 不过 你是卖给我的孩子 还是小小军的 海冰 说什么呢 喝多了吧 我是喝多了 但是我心里边可清清楚楚 别以为你们俩那点小伎俩 就能护能得了我 郭海斌 你又抽什么疯了 亏我知道你怀孕了 还美滋滋地高兴地跟个傻子似的 以为自己当爹了 刘婷 你可真够狠的 怎么那么阴险呢 你以为你拿了家里的钱给小小军 我会不知道吗 你跟踪我 我要是不跟踪你 怎么能发现你们这对狗男女的奸情啊 那钱是肖小军帮我妈出早餐店的钱 我今天就是去还给他的 我跟他干干净净地一点关系都没有 放屁 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都坏了他的孩子了 还说没关系 让你走啊 让你走啊 住手 送他 道训刘婷 把你肚子里人的孽种给我打了 你狠蛋 你自己的孩子 你不见我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 你说是我的就是我的 拿住家具来 你给我做亲子鉴定去 我要你做亲子鉴定 让你走 你在这儿 装 très bien 收起您的楚楚可怜的表情 你就需到你的东西 你让我和你 我先知道我 笑 笑你自己的行为是吗 笑你自己有多肮脏是吗 告诉你 你是我见过最见语的 萧总 你怎么来了 萧总 我 我想跟您说点事 来来来 请坐请坐 怎么了 萧总 求求你 救救我吧 出什么事了 郭海平找过我好几次了 让我踩过他的脚 这次我都拒绝了 可是这次 他却以我的家人来威胁我 我 萧总 你对我不保 我就是死也不能做对不起你的事 可是我 我现在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萧总 求求你 帮帮我的家人 帮我想想办法吧 对不起 你先别着急 这样 我呢也不想为难你 你就先按照怪兵说的做 其他你什么都不用管 我来想办法对付他 这 对不起 刘婷 去哪儿啊 你找海冰吧 你这儿怎么了 他 他在楼上 是不是海冰站的 刘婷 郭艾斌 刘婷脸上的伤 是不是你打的 我没去找你 你反倒来找我 刘婷她是我老婆 我打不打她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我打的了 怎么着 你还是不是人 她还怀着孕呢 这你都吓得举手 你是畜生吗 你们这对狗男女 给我戴着这么大绿帽子 还在聂叔 还在我家小小 你们再是畜生 你已经拥有了 你下好的一切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 就我觉得 你不是让我所有人都信了 那我就让我所有人都不信了 我跟你死磕到底了 我轻客 刘婷 刘婷ru 刘婷 刘婷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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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 我小小 attack 我问你一声 刘婷今天去上班了吗 崔辰 我小小军 你跟刘婷在一块儿吗 行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好好好 再见 我都追求你 我都追求你 佑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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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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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找到你了 你没事吧 没事 小心 你这样 你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还说没事 忘了我吧 不行 刘婷 我做不到 我是一个有感情的人 我不是冷血冻的 不管我们现在变成什么样 至少曾经你是我最在乎的人 我不能看着你不幸福 却什么都不做 你想让所有人幸福 可是你能吗 生活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发生 婚姻也一样 可是你觉得你现在的婚姻幸福吗 你开心吗 有时候其实点累 但我们得向前看不是吗 我也想往前看 我曾经以为放手就可以成全你的幸福 我以为我和郭予宾井水不犯河水 就可以相安无事 但是我错了 我不知道是我太幼稚 还是郭予宾变得面目全非 我要是早知道你们会变成这样 早知道他会这样对你 我死也不会让你嫁给他 伤害我可以 但是伤害我最在乎的人 我会拼命去保护的 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您闪着那些人 他看不见 我想 kidnapped 您晨在那里 你闪着我 谁要让他 defender 我有时候 你开玩 你忍受什么 还没有 您怎么办 您是 您这能真的 您 您 你回去吧 回去吧 留定你醒醒吧 他都已经这样对你了 你还要回去找他吗 他是我孩子的爸爸 算我求你了 跟他离婚好不好 孩子我来带你 你这样原谅他 一次又一次只会让他变本家里 有第二次 第三次 我不能看人家往火坑一天 我知道我们俩之间有很多的问题 可是当初几天选择人来一起 那就不用发起了 我必须要对自己的回事 监费 人家 んです 你们 你看 你们 符 在这儿停吧 在这儿停吧 我去在这儿下了 不用开进去 我不想海滨 我明白 刘婷 如果海滨再对你动手 你一定要告诉我 在我这儿 你不用假装坚强 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都会出现 我没事 放心吧 我会在手里面 我必须要一张 你再对我来 你不要再对我 我怎么都会拉着 我都会拉着 我都会拉着 你再对我 我都会拉着 你再拉着 人生的某些时刻 我们的生活充满悲伤 拼尽全力的会急转直下 刻骨铭心的会草草收场 飞蛾扑火的会灰飞烟灭 于是我们失望 沮丧 困惑 挣扎 甚至军望 对这一切产生深深的不信任感 与抗拒感 可我们却依然要嬉皮笑脸地面对 人生所有的难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打你 我混蛋 我不是人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可能是我太害怕失去你了 所以我情绪失控了 你别哭行吗 你这一哭 比往我胸口而戳一道还疼 我都知道错了 我不是人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我还没有 我知道了呀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一哭 都知道了 是我的原因 我不是一声一鬼 我不敢怀疑 我是我的问题 我心里有力量 我明天就去看洗礼衣服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给我们一次机会 给你肚子里的孩子一次机会 给你肚子里的孩子一次机会 我真是让我好好的 我好好的保护 好好的 好好的 小卷 你怎么来了 也不说一声 我是来监督你的 看看你是不是又忘了吃饭 一顿不吃饿不死的 你怎么了 还喝上酒了 是不是自己又出现问题了 没事 就是有点累的 小卷 有些事我帮你解决不了 但是两个人分担总比一个人扛着强 有什么压力你别自己扛着 有我呢 你说了没事 放心吧 来 坐 请坐 喂 我 关注 还给你 开吟 好 在那边 呢 有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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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